好 来看到赖清德 昨天是以41,840票赢得了党主席的选举 但是这个投票率只有17.59% 不如预期 赖清德眼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新论隔魁悬而未决 接下来他的执政表现连弹影响的 就是他2024的大选的 好 来看到拿到了4万多张票 真的是蛮低的 好 来看到他的投票率有多少呢 民进党这次的党主席的投票率 有17.59% 他的得票率是算很高 99.65% 但是呢 出来选的人 其实呢 来投票人蛮少的 今天呢 蔡英文总统呢 就勉励他了 所以期许呢 赖清德要带领民进党 团结整队再出发 好 但是怎么样重新再出发呢 因为现在赖清德要面对的是 一 党内互打 还有二 黑金黑道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再加上他党内真的有支持他很多吗 因为投票率也很低啊 看到这次台南的投票率竟然只有15% 台南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他以前是台南县长 台南市长 但是呢 他的投票率居然15%而已 包含在高雄也只有10%左右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低 高雄跟台南还是民进党的铁票区 还是他们的大本营 但是投票率怎么会这么的低呢 好 来看到呢 桃园孙先生YT的一个民调 好 问的是赖清德当选党主席之后 怎么看民进党的未来呢 好 第一个就是继续崩盘 或是可以止跌回升 结果没想到这份的民调出来之后 大家真的是也吓一跳 因为呢 85%的人认为会继续的崩盘 只有9%的人认为赖清德选上了党主席之后 接下来民进党会止跌回升 好 来看到呢 很多的网友就说了 哎呀 真的是小看人民的智慧啊 好 只批忠贞人士啊 败选之后也没有再检讨啊 还妄想要民调回升吗 尤其现在呢 赖清德要面对的是党内的黑道黑金的问题 在台南也是很严重的 台大教授左振东就说了 撇黑金黑道先拿英系开刀 砍光网军侧役执政是失优势吗 好 那我们另外还看到了 这一次呢 耐清德出来之后 他接下来的幕僚所用的人 包含接下来会跟林家隆结盟吗 因为这一次呢 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也都找了林家隆一起来协商 一起来了解 而且呢 他的这个接下来呢 还是找了这个郑国会的林家隆所推荐的 新任的副秘书长找的人 就是林家隆所推荐的 所以呢 林家隆接下来跟赖清德 是不是还会更密切的合作呢 好 我们就看到呢 赖清德呢 是以这个四万多票的投票率呢 这个票数呢 顺利当选的党主席 那接下来他说他要扛起重整改革民进党 这个的重则大任 但是赖清德除了党内有黑金 有会选跟败选要检讨之外 曾经也是他自己也是网军的受害者 未来怎么样去改革网军侧应呢 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党主席补选投票 结果出炉 副总统赖清德以四万一千八百四十票 得票率百分之九九点六五顺利当选 而投票率是百分之十七点五九 强调将扛起重整改革大任 而赖清德近一个月以来 情跑各地召开座谈会 十四号晚上终点站台南更是率领 黄伟哲和全体立委议员 举功道歉 基层质疑跑票会选黑金黑枪问题 是赖清德未来改革焦点 但赖主席可别忘了 二零一九年总统初选时 这句诉求 请总统能够要求他的网军 停止对我的攻击 三年过去网军侧疑问题始终没解决 反而变本加厉 十二号的座谈会上演延上高嘉瑜 才惊爆式派系和侧疑从中布局 另外王世坚更是连父亲 都被王浩宇在脸书点名 是电影返校原型 出卖同学只有自己飞黄腾达 但我不屑已经被唾弃被罢名的 你看我连名字都不想提他 草也不是跟破问者草 再来要追究的是水肥车 那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 或是拿这件事情来 作为攻击或者是仇恨的对象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道德 赖清德当然是不会去做检讨 他检讨的是攻击他的网军 但未来他仍然会用这些网军跟侧疑 用来攻击在野党 曾是网军受害者的赖清德 未来是否大刀阔斧 又或者只是换了位置换脑袋 放任网军侧疑继续胡作非为 记者彭宁德 蔡品红台北档网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顺利当选了 民进党的党主席 但是要挑战2024的总统之路 恐怕不是一帆风顺 文化大学广告学系教授 纽泽勋则分析 未来如果陈建仁跟郑文灿路格 两个人都是典型的英系人马 而府院力量结合 将会对赖清德产生牵制的力量 苏贞昌到底要不要角逐2024 这也是一个未知的变数 而这三人就是赖清德的最大路障 而另外呢 东华大学教授施政风也说了 别忘了赖清德过去 总统初选时 民调碾压赖清 碾压这个蔡英文 但还是呢 被蔡英文的阴招给弄掉了 陈建仁接格魁 或者是郑文灿接副格魁来说的话 两位都是典型的英系的人马 那所以呢 在赖清德进逐2024的一个过程中间 刑政院的一个权力 结合总统府的一个权力 就可以对赖清德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智轴的一个力量 即便赖清德 2024他还是会拿到民进党的一个参赛权 那但是呢 在这整个取得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过程中间 他就有可能受制于蔡英文系统 包括陈建仁跟郑文灿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智轴 那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呢 苏贞昌如果卸任格魁之后 到底要不要进逐2024 也有相当程度的一种悬念 那所以呢 苏贞昌也某种程度的 会给赖清德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一种制衡 赖清德作为一个弱势的一个党主席 势必要释出相关的一些资源 和英系的一些大咖 或者是蔡英文进行妥协 赖清德他辞了这个行政院长 好然后呢 就是决定要挑战小英的连任嘛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几乎看所有的民调 大概小英顶多是V咖 甚至有时候是C咖 赖神是遥遥领先的 他相当有自信啦 那我们也知道小英当时是玩得有点low 一直边比赛边改游戏规则 万一就是说在党内输了 不惜出走啊 OK 所以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车啊 我们知道陈其迈在讲说 说不定还有另外一组人出来嘛 那看起来就是陈建仁 要不要接党回事一回事啦 那当然陈建仁是不是会出来 或是小英会派另外一个人出来 选就是来当这个总统候选人啦 但是呢不管是陈建仁 或者是苏貞昌继续留任当党主席 到时候他如果不是那么积极或甚至不给半毛钱给赖神 民进党现在没有行政资源选得下去啦 警戒在日前发布了人事的异动 原本台南警察局长方养宁因为88枪遭到调职 由廖宗山接任局长 在今天上午举行了交接的典礼 而市长黄伟哲感谢方阳林局长这两年来的付出 也期许新任的廖宗山局长能够维护警务工作的纪律以及效能 而至于呢雪甲88枪什么时候能够破案呢 新任的局长廖宗山表示 不会是烫手山芋会尽力的侦办 我们今天特别来主持我们台南市警察局 新任局长的布达以及交接典礼 那大家知道说台南市最近这段时间 其实有一些治安事件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警察同仁 大家都非常辛苦在维护这个治安 那我们感谢谢任的方局长 他这两年来所做的一个辛苦跟努力 跟付出 但是也期待我们新任的廖局长 因为他的刑事干财以及他的专业 对于我们各项的治安情况 尤其是这个几个枪击的案件 这一件88枪的枪击案件能够持续弃而不舍的侦查 当警察这么久随时会碰到任何的困难 当然是我们一定要尽力去做 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烫手山芋 长官交代的任务我们是尽量去完成 希望能够付长官的付托 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 那有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时间表这样子 我想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很努力的去办 时间表因为有些因素不是操控在我们的手上 当然我们会尽力去争办 好来关注副总统赖清德以41840票 当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但是呢外界分析赖清德眼前最大的挑战 莫过于是新任格魁还不确定 而新系立委呢许志杰认为说 现在内阁的改组呢是以蔡总统的意见为主 所以相信呢党务跟政务呢是会分开处理的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赖清德有哪一些路障要清除呢 好看到呢现在其实赖清德呢 当上的党主席之后 现在也锁定了阎然党内的天王心腹跟幕僚 现在呢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为了就是要派系平衡还有要世代交替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他的民调好吗 大家觉得民进党还有救吗 好这是呢桃园孙先生所做的一个民调 就高达有86%的人是看虽民进党继续会崩盘 认为说民进党的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崩盘的 好看到呢民进党支持度会止跌回升吗 还是说民进党的支持度会崩盘呢 或者是其他的意见就发现呢 大部分有86%认为民进党是会继续崩盘的 好议员许晓鑫就说了 英系完全没有让他放下戒心 民进党的未来党内的人士呢 负责网络PTT的林赫民离开了 赖清德对他们不信任吗 包含了2019年恐怕是遭到这群人攻击 还记得吗当初赖清德想要选总统时 是怎么样对被这些民进党的这些网军给对待的 好来看到呢还有这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呢 陈水扁摄入了国务纪要费案的官司 那么苏贞昌如果不请辞的话 不予扁切割的话 有所忍也有所图 来看到很多网友都认为民进党接下来真的也没什么救 而且呢参议文还会继续做下去直向下去 因为呢恋战打算以退为进 希望能保住隔魁大魏 那么缺情操也缺乏壮志 好看到还有谁呢 这个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 因为呢现在呢传出他要接的是副隔魁 现在每天也排满的地方的视察 也开放了媒体的联访 所以呢党内各派系在猜说 那苏贞昌是要继续留任呢 还是要累积的那样来选总统呢 但是呢我们看到郑文灿怎么回应 他说他接副隔魁的动作太大 结果呢有人就说是因为他这个样子呢 反而是惹火了苏细的人士 但是他自己回应说他跟苏细是互动很好 跟苏贞昌也是互动很好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立委怎么看待 因为现在的总统还是蔡总统 那内阁改组当然是以蔡总统的意见为主 那如果说蔡总统有征询 赖清德副总统的意见 我想他们彼此之间会做一个交流 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总统来决定 我想内阁的部分总统跟院长 我想他们会做慎重的一个思考 我想这个尊重总统跟院长的整体的思考 这个赖主席的部分就是负责党务的部分 那我想他会在进行党务的相关改革工作 特别是他提到了青年情政爱乡土 这样一个整体的插量这样一个招牌的部分 还有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那我想对于后续的一些党的一些改革 党的一些规范的部分 我想他会更明快做出一些处置 那我想党跟政这块应该是会比较分开来做处理 我想内阁的改组大概确定是会改组 但是当然这个改组的幅度到什么地方 或者是这个隔魁的部分 我想这当然是总统的职权 所以但我自己相信现在党部的部分 我们已经开动了这个改革跟改组的脚步 那政的部分我相信接下来也可以有一个焕然一新的阵容 让大家知道民进党会重新开始 不管是党不管是政 那我们都会切实的检讨 民进党内现在是内定于一尊了 副总统赖清德当选的党主席 但是呢仔细来看 他在本命区台南的投票率却只有一成五五 在高雄也只有一成多 但是呢全台加起来有一成七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包含这些铁票区 台南高雄这些绿道出资的地方 支持度本来应该要很高的 但为什么这一次投票率反而是比全台都还要低 甚至呢比国民党先市首长执政的地方都还要低呢 绿委呢就说了 原本预期会突破两成 结果差强人意 而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蔡玉辉就提醒了 赖清德装睡的人叫不醒 黑金在台南是事实 并不是党内的互动 赖清德如果不反省的话 未来大家只会认为 民进党是绿色执政 贪污保证 我们这是属性 不是党内他们自己赚 自己赚 自己披露 自己出发文算 什么原因 我们说的这次 过在庆先市 非法如早 21.6亿 贪欧薪金 这不是欧吗 林世杰一般的参谎 大力管制条例 这次在其中选举 狂爱投票 或减少生涯 这也是属性 这个原因你要自己反省 不是人都说 杰亚董给你攻击 有属性 过在庆 林世杰 这都属性 包括 陈凯宁涉滩 88 枪没有破案 这难得杰亚董给你抹黑吗 我觉得 主席 爱反省 不反省台湾人 敏南出情 也越来对民进党 力色执政 贪污保证 力色执政 欧金 战亭 越来越没关系 蓝绿阵营 角逐2024总统的任门人选 国民党内呢 包含了朱立伦 侯友宜等人 都被点名 有意要参选 而民进党呢 除了赖清德之外 前副总统 陈建仁 跟苏贞昌 也都被点名了 最新民调也曝光 蓝营呢 侯友宜是领先群雄 而在民进党的部分呢 看到是赖清德 一支独秀 他的民调 是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但是呢 赖清德当选了 民进党党主席之后 现在却大谈两岸和平 爱蓝营的轰说 民进党就是在战争代名词 新北市长侯友宜 被点名蓝军 争取2024总统人选 但在两岸外交领域 被执意不熟人 传出将以市长身份出访 捕捉功课 首战就是新加坡 在疫情舒缓以后 我们城市外交 在实体面 可以更紧密的交流 在未来 我相信很多的城市外交 都会跟新北市 一起跟并肩合作 要大家敬请期待 侯市长隐约透露 会有更多国际城市的外交 似乎预告出访国家 不只有新加坡 侯市长修补外交学分 而蓝营2024的最大对手 可能是他 赖清德当选民进党主席 被外界称为 是一个人的主席选举 赖清德一支独秀 蓝绿总统热门人选 最新民调也出炉 国民党侯友宜 以36.7%支持度 领先郭台铭 至于党主席栗伦 还有赵少康 都还拿不到一成 民进党则是赖清德 将近六成的高支持度 遥遥领先 陈建仁还有苏贞昌 不过来迎侯友宜 近期动作频频 但口风超紧 党内要他快表态 侯友宜要快做决定 是应该的 不能再拖了 高人气慢慢可能都拖掉 而且当断不断 必受其累 至于绿营 呼声最高的赖清德 曾经说过自己 是务实的态度工作者 如今态度转保守 要和平 蓝营怒轰民进党 抗中保台搞过头 谈什么和平 蓝绿备战2024总统大选 各有各的盘算 表面上风平浪静 底下鸭子划水 各自展现能力 记者周天杰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了这份最新的民调 针对了2024总统大选 可能潜在的人选 民进党内支持度最高 刚看到就是赖清德 高达百分之五十几点七 传出可能接任 这个行政院长的陈建仁 他的支持度只有十六点七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就分析了 虽然赖清德的支持度 可以说是碾压了陈建仁 但是如果陈建仁 真的接任隔轨的话 还是有很有可能 对赖清德造成威胁 毕竟行政院长手上的资源 人脉关系 跟区区一个党主席 是不能比的 赖清德定于一尊 党主席绝对是非他莫属 整个选举结构 党内的机器到提名部分区 通通一手包判 没有错 但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还是蔡英文 这个陈建仁这个十几% 什么意思 今天陈建仁十几% 你要回顾当初赖清德跟蔡英文的民调 也是碾压的 赖清德当初是碾压蔡英文 差距也是到二位数的 那现在隐忧在哪里 如果即便在众人反对之下 蔡英文最后把陈建仁 给推上行政院长 你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行政院长一职 每天大量的曝光度 加上拿着统筹分配管 到所谓的各个县市里面去 一一的拜会首长 以及相关的幕僚 甚至是所谓的团体还有派系 最后面这绝对会形成 赖清德隐性的威胁 所以为什么即便赖清德 已经掌握了党主级机器 对外却不断的放话声称说什么 如果陈建仁当行政院长 将会火车对撞 如果陈建仁当行政院长 将会造成蔡赖之间的矛盾 如果陈建仁当行政院长 绝对会造成2024的隐忧 他们还是不断的放 释放这样的讯号 因为他们就是担心 担心什么 当年也是觉得稳超胜券 当年赖清德出师表的时候 也是觉得自己稳 那谁知道最后结果 还是发生了这样的变数 因为现在党机器跟行政机器 没有办法统一协调的状况下 赖清德自然会有这样的隐忧 跟这样的担忧 即便最后还是由他出现 但是就像我讲的 他的身影是如何 他出现的身姿是如何 他如果是被阴系跟苏系 咬得满身是伤 最后再出来扯个后腿 现在民进党整个大盘局 已经不好了 已经不好了 而且不好的原因 赖清德还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就在蔬菜体系 他有办法确定说到2024之前 这些东西有办法顺利心理战场吗 如果再这样承建人上来 最后会发生什么结果 立法院牵着行政院走 承建人又压不住这些立委 然后最后呢导致结果 将会产生一团乱战 这种前提之下 民进党讲白了 就算没有苏贞昌 他们2024按赖心得也不用想了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